今天来讲一下 上次有跟各位提过 如果不用双截笛子 就是双截笛子的各种的状况 有点跟缺点 那如果不用双截笛子的话 单截笛子怎么调音 这样讲吧 我今天就算用双截笛子 我整支偏高 或整支偏低 是可以调音的 但是我个别音不准 那也是没有办法 还是得靠我们今天 等一下会跟各位讲一下 简单的调音的方式来调整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要调音比较简单的工具 一个这种刀子 市面上可以买到笔刀 记得要比较硬的刀篇 不然那个 然后前面这个刀头是尖细的 尖细的 有一种比较长的宽的笔刀 比较尖细的 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生到 底孔里面 才能伸到底孔里面 不然你的刀片塞不进去 不然就是伸进去 如果像一般的笔刀 它的刀刃在这边横向的 横向的 你伸进去之后也挂不到底子 有本来你记得找那种比较长的 比较长刃的笔刀 那当然用的时候特别小心啦 因为这种钢的笔刀 纯钢的笔刀或是这种刀子 其实都还蛮 都还蛮利的 毕竟我不是要用来挖竹子的 所以力度蛮高的 那就大家小心一下 那再来一个比较常用的 沙子 那大家把沙子买回来之后呢 裁成小张 然后把它卷起来 把它卷起来 这样就可以伸进我们的孔里面 伸进我们的孔里面 这个沙子 好 再来 底膜 底膜跟调音有什么关系 各位调音那时候请贴底膜 调音 不要贴胶带调音 因为毕竟我们的水底子 我们贴是贴底膜的 所以你用贴底膜调音之后 比较准确 好 比较符合我们的水底子的状态 再来这个东西 这个黄蜡 黄蜡是这样的 黄蜡是用风蜡 加松香 去调的 好 那风蜡的比例 跟黄蜡比例大概是 7比3 好 或是6比4 风蜡的比例比较高 好 风蜡的比例越高它越软 松香的比例越高的话越硬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用大概 我个人觉得大概 反正就是在6比4到7比3之间 各位自己去调 好 那这样的风蜡 这样的黄蜡 我们到夏天的时候 我们直接捏一块就可以了 捏一块揉一揉就可以用了 那如果冬天比较硬的话 用打火机 稍微打一下 稍微热一下 就会软化了 好 就会软化了 好 现在不要打火了 好 这是几个我们比较常用的 简单的工具 那现在来跟各位谈一下 如果今天整支笛子 我们上次讲过双截笛子 整支偏高的时候 我会把它拉开 如果今天整支笛子 偏高的话 我必须要什么 我必须要让指控 跟吹孔之间的距离 拉圆 也就是让它滴下来 好 拉圆 那 呃 最简单的方法 我可以在 吹孔这边 如果是整支偏高的话 我可以在吹孔这边 补一点点黄辣 那怎么用呢 来各位看一下 黄辣 我现在先用打火机 稍微热一下 因为今天比较热 好 稍微热一下之后 捏一小块下来 捏一小块下来 好 大家可以先听一下 因为我这把笛子不见得比较低了 我把它拉过来 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调音器 好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银膏 好 就以兜为准好了 好 它拼备20 差不多 二十到二十五之间 好 我现在用黄辣 把它补进去 捏一捏 像这样 把它补进吹孔 然后呢 用个长的圆棍 把它 压紧 好 然后把表面这边 换一平 这样这样 好 里面也尽量把它 弄平整 好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好 我先一样用斗为力 有没有 它就滴下来了 就这么一点点 那大家会说 诶 这样子吹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 应该吹孔补成这样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吹咒 当然是会影响到一点点吹咒的 但是总比音不准好 好 如果你合作的时候 指挥医师就想 哇 你太高了 你总是要把它弄顺 那它当然是会稍微影响到吹咒 那用黄辣有什么好处 诶 我到 它音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我用小刀子轻轻的 刮一下 它就下来了 那但用小刀子轻刮的时候 小心你不要刮到足鼻 好 就轻轻的把黄辣刮下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黄辣的话 这么一大块 对 你知道刚刚各位看到 我捏这么一小块就补了一个空了 对 所以像这么大一块 就可以用到天荒地牢了 对 已经在 那那大家也会问吗 好啦 直接来跟大家问一下 大家动不动就问我东西去哪里买 来 黄辣去哪里买 诶 各位去玉系行问问看吧 玉系行可能有 可能没有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去问 那个修骨生用的黄辣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各位闲着很闲着 没事干也可以自己拿 那个自己去中央房买 蜂辣加黄辣 加蜂辣加松香 自己用小果慢慢的去融 把它融在一起 好 边融边搅拌也可以的 好 也可以的 那记得比例 你只要自己抓 大概6比4到7比3之间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 黄辣 如果说我们单独的阴红 偏高或偏低 当然也可以用 那我个人觉得 我是非常喜欢用黄辣 因为临时 你要上场的时候 我们在每一个场地 笛子的阴红 都会有一点点出入 好 都会有一点点出入 那临时你需要用的时候 诶 其实 其实是很好用的 然后你今天调完了 哦 可能隔天 或是过几天 换一个场地 应该又不一样了 你就把它轻轻烤掉就好 它也不会破坏底子 你看这个 再做一次 把它轻轻烤掉 好 它也不会破坏底子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在底子调音上 其实是 是很好用的一个 一个工具 好 再来第二个 如果我今天 整个底子 偏低 或是说我某一个音 偏低 怎么办 当然各位 在 使用 刀具之前 最好是拿个 报废的 报废的 或是你 你不常用的底子 先练习一下手法 不要你随便乱挖 到挖坏的时候说我教的 我没教你们乱挖 一定要先练习一下 这个手法 如果整个底子 偏低 那我就要让 音孔 或是单独的音偏低 我就要让音孔 跟吹孔之间的距离 缩短 好 缩短 那音音就会高起来 音音就会高起来 好 那当然今天这把底子 我们是做实验用的啦 所以就把它挖不准就算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变化 刀子 如果有用刀能力的人 好 有使用刀具能力的人 好 怎么挖勒 从中间 从 孔的中间 往两边挖 比较不会变形 好 很多数学者在练习 在刚开始在修底子的时候 他会 一直往一边尻 画画画 然后那个底子 底孔就歪一边 好 那个孔就变得很丑 所以记得从中间 往两边挖 那如果插的不是很多勒 先斜挖 什么斜挖 各位看到这个吹孔里面的角度 从 插的不是很多 斜挖 从里面 好 先斜挖 挖一点试一下 挖一点试一下 好 不要一直挖 挖了 挖太多了就高了 你要从薄 而且孔又变形了 好 那除非你这样挖 斜挖的时候还是不够 你再多挖一点 好 比如说我以这个孔为例 好 一样是兜 哇 刚刚已经偏高了 我再弄它会不会太高 好 没关系 好 我一样随便用一个音 好 各位看一下 我先用这个音 好 这个音在弹音线上大概高20音分 好 我现在呢 把它挖一点 好 各位看一下 从中间往两边哦吗 挖一点 试一下 大概高上来 三 三到五音分 好 我再挖一点 大家可以比赛一下 你看 刚刚我其实轻轻挖了三四刀哦 好 来再挖一下哦 挖一点 总中间往哪边挖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空心 好 有没有 整个都高下来了 好 所以大概就这么几刀 它就可以高五到十音分了 那大家也会觉得 啊 我不会用刀子感觉很恐怖 怎么办 沙子 把它卷成细卷状 好 沙子的号数大概多少 如果你是要调音的话 我建议沙子的号数 你请各位准备一下 大概是 200左右的 刚刚看每一家厂商啦 他们出的不太一样 有的出 有的出 220 有的出 240 200的号数的 400号数的 还有600号数的 好 至少要到600号数 好 为什么呢 呃 越 号数越小的 越粗 好 先用200号数的 磨 磨到那个我们要的音高 好 当然你磨一磨 要看一看免得它变形了 因为200号数还是蛮凶残的 它一磨一磨整个孔会歪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用这个孔 我比较明显的 磨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孔 这个孔 好 开始磨 看到没有 已经有变化了 好 再明显一点 好 大家看一下 对吧 很明显 好 它就会变化了 所以我这样子也可以 只是它磨起来当然是比较慢 没有像刀子用刀子挖那么快 但是这样比较安全 你比较不怕把孔挖坏 好 那磨完之后呢 或是我用刀子挖完之后 因为我用的耗鼠比较高 或者我用刀子挖过之后 它会比较 粗壮 会有点扎手 这个时候用比较细的耗鼠的沙子 这个是600的 比较细的耗鼠的沙子 一样 再继续抹一下 然后呢 稍微测一点点 不要挖的太压力哦 轻一点 测一点 微微的把孔周围 微微的 挫一下 好 这样子 就抹起来就光滑了 它局部会渣渣的 再来最后一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步骤呢 我们的黄辣 护木辣 对不起 你要讲护木辣 不能讲黄辣 不然会混乱对不对 这个护木辣 这个护木辣是保养用的 为什么我在挖完 挖完之后 你看有时候会 垃圾 好 我用布 稍微擦一点黄辣 好 或是它这个皮 如果有刮到 稍微擦一点黄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差点黄辣 它就可以保护 它的外观 然后它外观看起来 不那么粗壮 好 这个是我们 简单的 调研方式 那当然大家在动手之前 特别特别小心 一定要把握 不是你吹的不准 是真的是笛子不准 那如果各位没有把握的话呢 欢迎拿到新竹笛工作室来 但是我觉得学笛之人 其实基本的 简单的调音 其实是要自己会 会处理的 或者说些微的差距 调整一下 而且每天 气候不同 各方面 它同时 随时随地 会需要微调的 好 所以今天把 简单的调音方式 介绍给大家